如果能让你再活一次 你还会继续这样的人生吗 一世孤独一世寂寞 倒不如什么都不去想 开开心心的度过 电影《一条狗的使命》 讲述的便是一条叫贝利的狗 经历了多次重生 在生命的轮回中 寻找不同的使命 思考存在的意义 最后又回到最初主人 Ethan身边的故事 依稀记得曾经的那部 《中犬八宫》的故事 让无数人为之感动 潜然泪下 而2017年 导演带着他的新作 《一条狗的使命》 登陆内地原县 与大家见面 本期观影报告 小编将带领大家 来一起解读这部电影 带你走进一条狗的世界 与生命的轮回 PART ONE 田园风光 Ethan金色的童年生活 借助一条狗的视角和世界观 来认识并看待整个世界 是本片的亮点所在 不管是那些反差萌的台词 和狗狗本身 对人类行为的解读 都有着非常奇妙和搞笑的化学反应 而在这其中 篇幅最长的 也最为感人的 莫过于贝利和Ethan 一起度过的时光 少年时候的Ethan 是一个没有忧愁和烦恼的乐天派 他可以没心没肺 和贝利玩整个下午 也会和贝利一起晚上 躲到被子里看漫画 贝利很聪明 总能够在适当的时候 知道Ethan想什么 并且能一直为他着想 不管是他和汉娜的相遇 还是捉弄同伴 PART 2 生命轮回 贝利多彩的重生使命 都说猫有九条命 每一条都对应着 自己的价值与意义 而狗有很多条命 每一次生命 都有着对应的使命和归宿 而贝利就好像幸运之神一般 每一世都给主人 带来无尽的欢乐 不管是帮助Ethan 修复和汉娜的关系 还是做一条功勋犬 壮烈牺牲 每一次生命 都给了他不同意义的存在 每一次轮回 也都使得他 有着不同的角色扮演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依然无法忘记 最初的主人Ethan 因而也就有了之后的故事 在这么多次轮回之后 再次遇见Ethan PART 3 抛开温情的匕首 来谈谈本篇 抛开温情这把匕首 我觉得影片依然有很多出彩的地方 风景美如画 不管是最开始的田园风光 还是有些颓废破败的农场 东西成练有序 与杂乱堆放 也都体现了主人公性格 及周围环境的改变 视角转换这一点尤为难得 一般我们看电影 都是以人类的视角来看 而本篇却另辟蹊径 通过大量的旁白 来塑造狗的价值观 站在狗的角度来看待世界 形成了一种 很独特的反插萌 让人感觉 既风趣幽默又好玩 另外 配乐也是一大亮点 借助舒缓的钢琴曲 来表现情绪 达到了无招甚有招的绝佳境界 综合来看 本篇既可以看作是 狗狗版的轮回故事 也可以看作是 Eason版的少年时代 小编推荐爱狗人士 以及对猛丑 没有抵抗力的观众 一定要观看本篇 观影时请自带纸巾 小编也再次呼吁 杜绝以任何形式伤害狗 毕竟他们是那么的可爱 是人类最忠诚的好伙伴 是人类最忠诚的好伙伴 是人类最忠诚的好伙伴